哇~~~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精華 我是老頭Altman 今天呢我們繼續我們的方舟生存吧 上一集我們弄了這一隻 木斧將軍 那個奶頭會發光的 實在是太強了 好不好 他強就是強在他 移動敏捷 然後攻擊力又有二段 三段攻擊 你知道什麼叫做三連擊嗎 三連擊就是你第一次攻擊 應該是叫做也是三連擊啊 就是你第一次攻擊的時候 他額外再會兩下攻擊 可是他那兩下攻擊是自體發動的 並不是你自己控制的 這個真的很強 然後右鍵的話呢 右鍵是一個類似AOE的範圍技 這個上一集我們也都解釋過吧 這真的是太誇張了 而且重點是 他的攻擊倍率跟他的血量 點上去都是加成的 你看我現在動不動都可以點到三百萬了 點到一千萬的血量不是問題 攻擊力隨便點 都可以到一萬五 攻擊力點個五萬也不是問題 這個這隻會越來越強 然後 他這隻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把那種 算是 後期會有一個叫做窮騎的BOSS 窮騎的BOSS是很強的 老頭之前自己親身試驗過真的是有點難打 這隻如果把能力值點高 基本上應該是可以抗衡啦 應該是可以抗衡啦 打多少滴 50萬有沒有看見 單下50萬欸 一萬五的攻擊力單下就50萬了 好不好 然後重點是這隻也是海陸啊 海陸空 勉強也能說是空啦 你自己看他跳多高 某些地形你只要有立足點 基本上你就是可以上去了 這根本不用擔心 你看 為什麼是海 他在海可以游這麼快 太扯了 這隻基本上也是可以拿來出征了啦 不用講了 因為有一些不能出征的原因是因為 他不能飛 不能飛就不好移動 你知道嗎 在森林你卡來卡去的 這隻是 大到直接走過去連樹林都直接撞倒了 根本就不用擔心森林的問題 你不想要走森林 你只用跳的就直接掠過一個森林了 這隻就是方舟版的綠巨人浩克啦 不用講了 是不是 有沒有 那又有一件八萬多 他是連續的喔 他這是持續傷害喔 很恐怖有沒有 這是什麼 怎麼會有一隻 一隻紅色的這個鳥是怎樣 好不好 OK 總而言之呢 我也廢話不多說啦 我們今天呢 就稍微就是去外面 打一下那些BOSS 收集我們要的心臟 收集到了之後 我們就把那個 我們剩下的方塊把它召喚出來 然後呢 這次呢 普羅米這個又有改版喔 多了一些 叫做普羅米骨龍 之前你們應該有看過我其他影片吧 有骨龍嘛 就是骨頭的那種龍 那這次有普羅米版本的骨龍 好像有分什麼南方巨獸阿 阿根廷阿 有阿根廷嗎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阿根廷耶 好像就是普羅米 普羅米的南方巨獸 迅猛龍阿 牛龍阿 風神翼龍阿 這次他收 他有把他加進來了 可是我到現在還沒遇到阿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 我真的不知道那些是生在哪裡 可能是生在山上也說不定吧 所以說我們到時候再找看看吧 阿 反正在這之前呢 我們就是先看到什麼 Boss就殺一殺 阿 我們拿他的心臟 阿 我們不要吝嗇 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尤其是那個羽爆紅的心臟 阿 真的是難拿到哭阿 好不好 阿為什麼打了他 他沒給我任何東西 是怎樣 很窮是不是 窮到爆了是吧 而且這張地圖總是會讓我lag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 讀圖 圖太大了 讓他讀取速度有點慢吧 好啦 這是打死 為什麼現在他們打死都不會給東西阿 還是我這隻就是慣性沒辦法取食物 有阿 有阿 阿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給 為什麼沒有直接在我身上 是因為體型太大的關係 他的判定 沒有辦法判定到直接把物品打他身上嗎 好像是這隻沒有辦法取食材欸 好像沒有辦法取食材的樣子 那 還可以設定採集阿 你的叫金剛去採集嗎 開啟狩獵死取 我們是開啟的阿 阿 算了 反正這個設定就怪怪的 然後那邊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隻南方巨獸龍 我拿消防眼鏡看一下 這是普通版的南方巨獸龍阿 為什麼會生在這裡阿 欸明明就取得到 明明就死取得到 然後打南方就死取得到了 阿為什麼其他沒有 我估計可能是太遠阿 太遠收集不到啦 欸這邊有隻 打這些都於是無補阿 欸不對阿 只有打普羅米不會直接在身上欸 怎麼那麼小氣阿 還是這 靠他們是怎樣難產喔 之前都會給現在都不給了 這次更新是直接把這些材料都 都轉移到BOSS身上嗎 都不給了是吧 算了不管阿 不然我們就稍微探索一下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血條阿 綠色的有沒有 要代表這邊就有一隻BOSS了 只是不知道是在哪個地方而已 這個血條有顯示 就代表那邊有BOSS阿 我看到了 在前面那個樹林裡面 那我們打看看 基本上依照我現在的血量 不是 依照我現在的攻擊力 應該是一級必殺啦 好 反正我們就只是打心臟而已阿 好 打完心臟我們就可以走了 好 這隻應該是甲龍的 -欸 殺到修羅喔 - 嗚~~~ - 欸 我們打到心臟 一下就掛了欸 -耶 太好了 沒有噴心臟 他現在想要趕他爭笑誒 啊我又被當猴子耍了 喔是又打到這個啊 沒有心臟都弄輸啦 給再多都沒用啦 啊大大 大大你這樣不U啊 大大你這樣不行啊 啊算了他東西已經被我拿完了 前面還有一隻誒我們看一下前面的 誒誒金剛在這裡 啊我卡住了我看到前面有一隻在飛 那隻應該是屍舊獸啊不是BOSS 來來來來來來來 死掉了 真的他真的沒有辦法靠 靠殺屍體拿東西 啊只能這樣子殺死之後再靠近 靠近之後再那個 靠近之後再自己撿 缺點唯一的缺點就是這樣子 我又看見血條啦 我來啦 寶貝 翻條時間到了 快點給我心臟 啊就玩那麼久 到現在還沒看到古龍 啊古龍到底是生在哪裡啊 該不會是前面那個山上吧 那個都是閃電的那個山上有沒有 好那個 那個感覺水晶看起來會發亮那個山上 可是我之前過去的時候 一隻古龍都沒有 誒應該不是說古龍 是好幾集我都有 我都有經過那個地方 但是就是沒東西 好他那個地方都不會生誒 什麼東西 唉唷 哇這什麼東西 OMG 這個可以抓嗎 誒我想抓那個 誒誒他咬他 他咬不了誒 唉唷唉唷 星紅 星紅 把他打死 哇靠也太混亂了吧 等一下這隻 這隻 這隻阿龜好強喔 他居然無視物理傷害誒 我先把他殺掉這隻好了 阿修羅 唉唷 還是沒有心臟阿 大大 心臟去哪啦 心 臟 我看這隻阿龜可不可以抓 阿龜去哪裡了 我覺得我們現在有點危險 然後我又肚子餓了 怎麼那麼容易肚子餓阿大哥 你是多久沒吃飽啦 走吧我現在沒有食物了 阿這樣就只好吃生肉了阿 沒肉了 那隻阿龜可不可以抓 我想要誒阿龜在哪裡 我看見了 沒有人理那個阿龜都不理他們的誒 有射到一隻了 有射到一隻了 魚豹龍 哇阿龜啦 這隻普龍你可不可以抓啦 射不到阿 遠程傷害 喔又射到牛龍了 牛龍又掛了 欸遠程都要沒用喔 這什麼鬼阿 欸真的沒用誒 我靠近他他會不會咬我阿 完全沒任何反應 哈囉 六百等 Oh my god 算了我把他打死好了 看他會掉什麼東西 哈囉 喔 近戰傷害有 效果顯著 等一下這發生什麼事了 這發生什麼事了 哈囉 哈囉 我打不贏 幹不是吧 他進化了 你以為你蘇馬寶貝喔 你以為你蘇馬寶貝喔 Oh my god Oh my god 這隻是目前蠻新的終極Boss 我就在這裡找到他了 寫多少阿 完了不敢靠近 他可不可以抓 六百等 六百等 他的血量怎麼那麼小阿 打看看 啊 啊 啊 夠了夠了 然後我們這個先把他丟進去好了 反正也是佔位子阿 好你看我們現在還打到這個 有沒有 加起來 抓隻 抓隻 我們還差三個 皮膚 那個是皮嗎 還差 還差 還差五個 我們也可以做這個 我們這 需要多殺一點羽爆龍 好那個 那個殺魯羽爆龍 需要多殺一點 欸這個我還沒試試看 這到底可以幹嘛 欸這我們上次做 上次做的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忘記把它蓋出來了 是不是 好像是忘記把它蓋出來了 這放在外面好了 我被咬了欸 這是什麼爛東西阿 有屁咬喔 蓋出來被咬的 好算了不管了 我們趕快把它召喚出來就對了 來我們現在可以二選一喔 這個是幕府將軍嘛 然後這個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這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算了我們先從這個開始好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到底長什麼樣子 王快咧 嗯? 喔在這裡 然後之後後來我剛剛 剛剛看那個工作台裡面的那個 那個資訊阿 它裡面還有一個叫做 管理員霸王龍 普羅米管理員霸王龍 那個應該是 那個應該是沒有辦法召喚出來的東西 那應該是要用指令製造的 所以說到最後這個 這個普羅米系列結束之後呢 我會嘗試把這個 管理員霸王龍給弄出來看看 好然後再去挑戰所有boss 應該都是輕而易舉吧我想 應該是沒有那麼的困難阿 好不好 來吧 我們現在把它召喚出來看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YES 金剛喔 OMG 哇 這個就有點不太一樣了喔 還可以啦 只是它的樣子 跟幕府將軍有點像 然後它的頭盔看起來有點像古羅馬那種頭盔 重點是後面還是背兩把劍阿 有什麼威力阿 又一劍 C劍是旋轉 被撞飛 招式其實大同小異欸 有沒有 怒濤 打打打打打打 沒了 然後首先它還是會一樣會跳很高 還可以阿 可是我是覺得幕府將軍感覺比較強阿 不過這個也蠻帥的阿 而且它後面這個是刀還是武器還是翅膀阿 感覺像是刀欸 可是它沒有握柄阿 感覺做的有點像是翅膀類的感覺 阿可是你又不會飛 喔有啊我往下看一下 好像是鐮刀的那種感覺 感覺好像是鐮刀 有沒有 我看一下它的血量多少 一出來30萬 好負重 負重的話稍微點一下好了 好 攻擊一點一點 剩下點血量 我們帶它去外面打一打好了 有嗎有被傳走阿 有有有 我很怕阿 我沒有把他傳走就比較麻煩 還行還行 欸等一下我是傳錯了嗎 阿抱歉 一個緊張就亂傳 我幹嘛把自己傳回家呢 好吧 終於到了 好每次傳過去都一定卡 要獨擋 欸欸欸欸欸欸 幹什麼東西 這麼興奮阿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興奮是吧 不過這隻移動速度稍微顯慢了點 這隻有點慢 還行還行 還是一樣也是蠻帥的 你看前面就一隻了 是時候金剛對金剛了 好不好 打不打得贏阿 不知道 不知道 衝吧 啊 啊 嗚呀 啊 嗚 哇 贏了 唷 結果這個也沒有心臟 為什麼都沒心臟 不過我們贏了就是了 嫩 果然是方塊造出來的比較強 一樣強大 啊 殺 喔還有蝎子喔 欸 星紅蝎子 欸 星紅的蝎子 喔 那個蝎子 給東西還比較澎湃一點 看一下他掉了什麼 蝎子 噴了什麼給我 感覺好像沒噴 很好的樣子 強喔 來吧 還有什麼 單挑啊 各位 啊 誰啊 通通都來 好 我現在看不到血條了 我不知道BOSS在哪裡了 沒有看到血條就是沒有BOSS 好 只要不是剛剛那隻 炭龜 我都可以接受 好嗎 剛剛那隻炭龜實在太強了 我覺得那時候 那隻炭龜到時候要對打的話 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恐龍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一次把它玩爆 可是我覺得應該會犧牲重大我覺得 沒有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算了 沒有BOSS 好啦 沒有BOSS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結束啦 好不好 今天這一集內容就差不多 只有這樣子齁 那那個下一集一樣是下一個方塊 以及稍微需要一邊找看有沒有古龍 或者是新的東西 一樣都是探索 不然這遊戲真的沒什麼 就是這樣子而已齁 方舟生存 原始生存如果你們要看的話 從第一季開始看吧 除非 應該不是除非啦 是我自己本身不想要再重新原始生存的 除非是 除非是那個新的DLC資料片出來啦 我才會重新原始生存啦 也不是純原始喔 那個純原始會死人喔 當然也是會調一下倍率啦 不然玩不下去啦 就是最近剛剛好像已經十月中了嘛 那款那個DLC好像十月底就會出現了 那個叫什麼 異變 方舟異變 方舟異變十月底差不多就會出了 到時候我就會開始連載那個系列 那就各位敬請期待吧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按鈕 右下角按鈕 喜歡我的小朋友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生存再見啦 掰掰 joined